关切中共干预台湾选举指控美参议员致韩国务卿,包括卢比欧、贾德纳在内的六位美国联邦参议员,日前致韩国务卿蓬佩奥,表达对中共干预台湾选举指控的关切,并呼吁美国政府,应协助台湾进行调查,避免这类干预再次发生。 这封由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马斯托·卡瑟走斯·华特·赫斯特·孔恩斯·克里斯·寇斯·康尔斯·班纳克·麦可·Bennett,以及共和党籍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·科里·贾德纳、卢比欧·马保、饴比欧,与克鲁茨·进特·匈特·康尔斯,共同署名的信函, 乌十三日,送交给蓬佩奥Mike Pobiel,财政部长美努钦Steven Mekin,国家情报总监科辞Dan Coates,与联邦调查局,FBI局长Ray Christopher Ray,信函指出,中共试图侵害全球民主进程与规范威胁美国盟友欲繁荣。 对乌中共试图干预台湾选举的指控参议员们,呼吁美国行政部门,应该严肃并立即处理,与台湾当局密切合作彻底调查必要时应采取行动,避免这类干预,再次在台湾或全球其他地方发生。 参议员指出,在台湾刚落幕的地方选举中中华民国政府与独立观察家,指控中共利用非法工具与假消息试图影响选举结果,以遂取目的议员指出,应该严肃看待这类干预, 因为若中共干预台湾选举的指控为,真不仅将影响台湾未来,也会影响其他中共有意染指的民主国家信函也详述过去一段时间。 中华民国政府,对中共干预行动的调查,包括10月时,台北宣布正在调查33件中共以资金试图干预台湾选举的情资。 中华民国政府也指控北京试图利用假消息,影响公众对特定候选人看法,并利用脸书、Facebook、Line以及PTT等社群网站,与信息平台散播假消息。 部分候选人也公布网址宣称,这些不实指控,来自北京信函指出。 正如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·Scott B.O.S.B.Y.,11月访问台北时所言,当业太地区其他地方面临民主倒退和人权侵犯的时候,台湾是他们的重要典范。 建污所面临的挑战台湾和美国这样的民主体制,应站在一起推动一个免污压迫、审查和剥削,且更光明的未来这一点尤为重要。 议员们透过这封信函表达,对阻止这类干预的支持,并呼吁美国应该与民主国家并肩作战。 对抗这类企图侵犯主权与自由的做法,他们也鼓励美国行政部门,尽其所能协助台湾调查这类干预,并采取必要行动。 进廣词